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影,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几个绝望小故事 串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绝望故事 整部电影可以说是多位导演的大杂贵 电影的名字叫恐怖心绪 影片要从一位从低温舱中苏醒的宇航员布兰说起 他莫名其妙的醒来 被告知现在自己身处于低温舱还动不了 原来是纳米机器人进入到他的身体内 防止他做出过激的动作 系统为了安抚他强行播放一些 布兰最喜欢看的科幻惊悚电影短片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观看电影会损耗他的生命支持系统 系统还无法关闭 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 此时第一个故事开始了 美国内战的时候将自己搞得四分五裂 一个新的国家从废墟中成立了 他们称呼为伊甸 但也没有比之前好到哪里 至于伊甸的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这个世界上的人类 没错,就是人类 因为现在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可怕的病毒正在蔓延中 人人都戴着面罩 一旦脱掉面罩 瞬间会化身成可怕的丧失 本来总统很高兴抓到了伊甸的高层首领 准备处死他 还在那边一直练习着要发表的演讲 可总统并不知道 抓到的这些人本来就是故意进来的 或者说他们为了干掉总统宁愿牺牲自己 最后那个孩子切开了薄膜 总统也被感染了 最后生死 孩子对着直播间说了一句话 我们没有首领 然后结束了 说实话 第一个故事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还没还过神来 第二个就开始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手机上的智能助手 他会帮你处理一些事情 这次一名叫大夫的男子开着车子 拉着一具尸体准备在外面埋掉 只要拍个照片作为证据 他就能获得10万美元 没想到这智能助手竟然问他 你在杀人吗 大夫瞬间愣住了 说实话听到智能助手这么说 我都有点毛骨悚然 智能助手说 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 或者说软件更新后 他就知道了一切 这不就跟我们手机的助手一样吗 本来大夫并不怎么在意的 当他拍照片的时候 手机故意删除了照片 没有办法只能重新拍 可是手机的电量越来越低 甚至智能助手说 摄像头不行了 大夫生气的将手机丢了出去 但丢出去 难道你就能拍照了吗 所以他想要捡回手机 此时的智能助手说 我摔的时候摄像头好了 你在没电之前应该可以拍照 但在悬崖下面 想要下去拿多么的危险 最后大夫从上面摔了下去 本来大夫只要听从智能助手的话 自首就能回去了 但他不要 最后他被困在这里 在这深山中 网上有大行动出没 他的结果不用想也知道 兰尼已经有点抓狂了 这一个个故事 怎么都这么的绝望 可不断输入密码都是错误的 无奈第三个故事开始了 这似乎在输出一个 关于自主意识的故事 一名奇怪的科学家 造出了一个半机械 半生物的东西 我并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此时外面有两个男人 正在练习打枪 竟然对这只可怜的喵打得过去 还好没有打中 回来的途中 遇到了外出的科学家 此时的他 准备将那生物的排泄物给倒掉 本来他们不会遇到的 主要是因为 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姑娘出现 两个人追了上去 就这样两方遇到了 两个人逼着科学家 吃掉这些东西 还进入到科学家的房间内 发现这生物 这生物的造型有点奇特 当然具体是啥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你们的口味真的不一般 竟然对这东西产生了奇怪的想法 好在科学家进来 将他们给狠狠暴打 也在打斗中 这生物的身体被扯掉了 本来另外一名坏人 准备对着科学家开枪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意外 这生物的意识被唤醒 竟然直接将枪支和对方给吸了进去 科学家也在触碰这生物的时候 似乎和他一时产生了互换 故事也结束了 第三个故事结束后 生命支持系统只剩下16%了 不然还没有缓过神来 下一个故事竟然又开始了 一个头上接着奇怪广正的男子坐在椅子上 屏幕那边有个人正在为他介绍这边的业务 原来在这里 有千万种让你难以自信的体验 甚至会让你无法自拔 现在他的信用卡有11270分 可以进行各种体验 男子第一个想体验的就是那种害羞的感觉 而且还是极致的 不过竟然是从数以忘记的男人中去选择 这第一个体验似乎并不怎么满意 他准备再找一个此时系统提示他 你需要付钱了 有200秒的时间 只需要输入18位的信用卡号就行了 他特别的慌忙 似乎他的卡就放在其中一个箱子中 好不容易找到了 里面就有很多张卡 原来是念出卡号就行了 可每张念完后都没有用 超过一定的时间 他失去了天力 离再次付款还有60秒 他才意识到竟然要输入卡号 可是输入了好多个都无效 我那边还有个箱子 里面竟然还有一张卡 显然这张卡是有积分的 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视力更是没了 他只剩下最后的机会 可现在眼下偶龙显然无法成功 最终连接他脑瓜纸上的一样管被拔掉了 他也死在了这里 死在自己提前消费上 说实话 这故事还真的有点奇怪 但每一个故事都在不断的加深恐惧 这系统是不是有点飘 是要让宇航员吓死吗 此时第四个故事也开始了 一艘飞船在太空中还行着 两名宇航员唤醒了当 他希望当能够修复好飞船 原来当初一场陨石雨 差点毁了他们的飞船 现在他们的通讯系统都坏了 无法向外界求助 很多的辅助设备也出现了问题 本来当初我的妻子更了解飞船 叫醒他可能更好 但这两名船员兽 为了保证不出意外 先叫醒当 当比他们两个都专业 修复了很多损坏的地方 但他也发现了异常 似乎两个人在密谋着什么 所以他偷偷的弄了一个窃听器 可以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才知道两个人是有目的 让他修复好飞船 修复好几个小时内 可能会杀死他 所以当在飞船外部 修复好其中一个问题后 特意躲了起来 因为两个人的对话 但都知道 所以偷偷的溜了进来 去查询关于两个人的资料 最后才发现 原来一句的弃子 早已经出来了 可是飞船内部 为什么没有呢 看到这里 我阴影猜到了什么 等当将其中一个人 给干趴下 自往另外一名宇航员的时候 我才知道 飞船损坏的时间 永超六个月 可他们的补给 早已经用完了 所以那些被幻想的人 因为没有能力修复好飞船 剩下的 你们应该也能想象得出来吧 可当干掉这两个人 就能解决问题吗 最终因为没有食物 但也变成了他们 看完这个故事 男主真的要崩溃了 但系统可不会管你 强行进行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最难能恐惧的 一艘飞船在太空中爆炸 一名女性宇航员被弹了出去 她一直想要联系 其他人寻求帮助 可是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只要偏离太远真的很难联系上 对于这位置的宇宙 真的很让人恐惧 此时的宇航服内 氧气含量还有81% 如果没有人居然的话 不需要多久 她也避时无疑 呼喊了许久 她也绝望了 在那边唱着歌曲安慰自己 可因为太害怕 导致换气过渡 最后晕了过去 就这样她漫无目的地 在宇宙中漂浮着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靠近地球了 运气难道也这么好 而此时的氧气量 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了 她真的能得救吗 没多久 这颗物量的星球 从中间开始扭曲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直接将它给吸了进去 黑洞的另外头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另外一个星雨 伴随着眼前的画面 不断地闪动 这名宇宙员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原来黑洞的另外一遍 竟然有无数个她 还有无数颗星球 她慢慢地往一个方向飘去 似乎那里有更加可怕的东西 当然这些可能是她的经历 也可能是氧气缺乏 她死前产生的幻觉 等故事结束后 生命维持系统只剩下10%了 那你还在想着密码到底是什么 还没有反应过来 最后一个故事开始了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 两名混混进入到夜场 本来是为了找到买家 混混能卖什么你们懂的 不过那名带头肩的男子 发现了不对劲 本想离开这里 红衣服的男子看到妹妹 竟然也在这个夜店内 本想带她离开 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男子 抓住了妹妹 但对方有枪 你们还敢笨打吗 还好兄弟给你拿到了枪 而且他们发现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不正常 被外星生物给寄生了 然后一个个都干得不行 可以这么说 只要脑瓜子上面有那装置 打都打不死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大boss 因为从她的身体内 竟然爬出了可怕的外星生物 外星生物竟然寄生在人身上 不过因为那个妹子 比较经历一刀过去 这个外星生物最后跑了 红衣服男子也吓得跑出了夜店 如果这里都有外星生物 那外面的世界呢 他已经被吓坏了 等所有的故事都结束后 兰尼终于想起了密码 甚至关闭了娱乐系统 但他还能活下去吗 显然不能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漂浮在宇宙中 等生命维持系统结束后 他也必死为疑 影片也就此结束 这几个故事由不同的导演拍摄 其实没有绝对的相关性 但有一点相同的就是 他们的故事确实都让人很绝望 甚至有一些短片映射了社会中的一些问题 当然系统也可能觉得你竟然要死了 要不让你看看更加绝望了吧 你就会觉得其实我遇到的事情也还好 当然因为总可能 济南这么绝望了 不如看点更绝望的压压尽也挺好的 我个人比较偏爱这种没头没尾的奇怪电影 倒数第二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